好 接下來最新的財經焦點 我們時間交給小畢告訴大家 好 我想今天呢 各大的新聞焦點 特別在於財經這塊 大家除了看股市之外 也來聽一些豪門的集團遺產爭奪戰吧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主要的話在於台灣的經營之神 台宿集團的創辦人王永慶 他在08年過世之後呢 就掀起了 不管是長子 二房 三房的子女 都為了遺產的問題而爭論不兇 而其實雙方經歷了長達13年的增產官司 總算是在今年的7月30號到了一段落的 其實我們先來統整一下 王永慶總共有多少遺產呢 大概是528億 那主要的話因為 他的配偶也就是大房王越蘭 他除了拿一半之外 也可以拿1%的季份 所以呢 他總共是拿了278億元 那他有這278億元再分給二房 以及三房 主要的話分別分給他們74億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次的這個爭奪的關鍵人是誰 也就是二房的長子王文陽 他拿到了144.8億元 還有包含像是二房 以及三房李寶珠 以及他的子女像是王學 像是他的子女 總共加起來差不多有9位 那扣除掉王文陽之外呢 其他八位總共他們是各自拿到了14.4億元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了 最主要的話 其實就在這個 他們在渣打銀行有看到 11.1億元的這個遺產 那主要的話就是由王文陽跟旗下的手足 他們簽下了這個和解協議 而且地狀向法院來撤回訴訟 其實這個舉動也就代表在今年7月30號呢 王永慶過世後 整個在台灣的遺產 遺產總額差不多是528億元 那扣除掉了遺產稅120億元之後呢 大概剩下的408億元 已經全數分配完畢 好 我們剛剛幫大家統整了嘛 因為我們知道大房王月蘭他膝下五子 除了呢拿到一半之外 那也會有1%的這個因績份 好 總共分了那麼多錢 但是我們要特別講的 就在於這1.1億元 最後開啟了這個風波的人是誰呢 就是王永慶的長子王文陽了 主要的話 我們知道王文陽跟三娘 李寶珠他的增產過程呢 是十分的猛烈啊 那王文陽他也提供了這個主張 他認為我國是一夫一妻制 那王永慶的唯一的妻子是王月蘭 三房李寶珠當然沒有這個權益 可以來參與分配 那李寶珠他強調的則是 第一個他是王永慶在台北市 有舉行過婚禮啊 他們兩個人有公開的儀式 而且再加上只要有兩個證人以上 不需要到護證單位來登記 其實也算是合法的婚姻 再來他特別強調的是 他嫁入王家了之後 王永慶的生活都是由他來照顧 而且2008年王永慶到美國訪市之後 在美國過世 當時也是由他全程的陪同照料 因此足以證明他是王永慶的合法妻子 有權參與這個分產 而這1.1元的遺產 其實當時還被國稅局認為說 你這個有淘報漏稅的嫌疑 漏報遺產稅大概是 2000多萬的罰款 那最後王家仁他們是提了行政訴訟 最後是免罰的 剛剛又特別強調 其實在今年7月 王文陽跟三娘李寶珠他們爭奪的過程當中 主要王文陽最後跟其他的王家子女 都有簽字來和解 那麼7月30號的時候 和解書送交到高院撤回上訴案 也就是從王永慶過世至今 大概是纏送了13年的時間 多達528億王永慶國內的遺產分配案 總算是落幕了 好那我們就要來特別提到了 其實如果是王文陽的話 他還有不滿 他還有其他的主張 就在於這個海外6000億的遺產 那目前是並沒有被解決的 王文陽他認為父親在海外的遺產 有將近這6000億 遭到台塑集團的總裁王文淵 還有副總裁王瑞華等人的侵吞 因此他不僅在海外有提訴訟 在國內也有控告 相關的人洗錢以及侵占等罪 希望透過的是這個刑事的告訴 以刑逼民希望能夠追產成功 不過最後是事與認為 他發動的行政訴訟 法律界認為他犯下了三大失誤 因此至今他還拿不到 父親在海外的千億遺產 這個是整個豪門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遺產風波的狀況 請問一下 不管是誰 你不想要嗎? 我可以觀察到的